您看够了吗 啊 这个有 啊 这个只有一个款式了 不太适合您 那 这个有黑色的吗 这个呀 我得去仓库看一下 您确定要吗 不是 我还没事 我怎么确定我要不要 那我拿出来你不要 我不是白着烫你烫吗 要不我去仓库看一下吧 您等一下 你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那您再确定确定 是不是真的要呢 哎 先生 先生 您喜欢什么可以随便试的 这个 啊 好的 好的 不好意思啊 您久等了 您刚刚挑的那一款呢 碰巧我们没货了 我给您换成了白色 还有您刚挑的其他几个款式 我都给您拿来了 您可以都试试 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你是新来的呀 对 我今天第二天上班 不过您有什么要求 我可以直接提 不用了 是您都不喜欢吗 还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 这些我都很喜欢 麻烦你帮我包起来吧 应该的 应该的 您稍等我一下 先生 您信用卡已经刷爆了 什么 怎么可能 那请问您还有没有其他什么银行卡呢 我哪有其他什么卡 哎 你们这里可以收账吗 嗯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我刚来还不太熟练 麻烦您再等我一下 哎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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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帮您 他才来什么都不会 不好意思啊 貌似只能他帮我接了 什么意思啊 你被开除了 你谁呀 大股东西都干热 你被开除了 收拾东西滚 没事 我不着急 你慢慢来 听说最近集团要下来人调查 你们都给我小心点 别出什么问题 听到了吗 要是出了什么问题 你俩都别干 阿姨 我来帮你拿东西吧 你要小费的话 我可没有啊 我这儿不需要小费 您这边请 纯纯 搬离入住 阿姨 您是不是走错了 我们这儿交费总高的 那边有个火车站 有很多旅馆 要不您去那儿凑合凑合 我老了 那些地方啊 我住不惯 阿姨 您带证件了吗 要不我帮您搬离入住吧 带了 这里 小姑娘啊 你叫什么名字啊 阿姨 您叫我秋秋就可以了 办理好了 我带您去入住吧 阿姨 你有什么事 直接给前台打电话就行了 秋秋 你在这儿工作多久了 六年了 六年啊 你一直都在前台啊 啊 电梯来了 我们先走吧 来 客房服务 客房服务 哎呀 烦死了 你别接了 大晚上的 不安全 收到 请讲 客房服务 2119的客人需要更换 床单备照 2119那个客人 不是下午刚办入住的 那个老太太吗 我看看呀 就是故意的 你别去了 好了啊 万一别人真的有急事呢 我先去一下 随便你吧 我睡了啊 阿姨 是您叫的客房服务吗 我不喜欢这个床单 我刚刚换自己床单的时候 不小心摔倒了 你能不能帮我换一下 可以的 您没事吧 腿脚不好 常有的事 你来换吧 好了 真不错 辛苦你了 没事 你有事再叫我就行 好 谢谢你啊 客房服务 2119的客人需要打荡 好 我马上来 阿姨 怎么了 秋秋 你们晚上留几个服务员啊 为什么每次都是你过来 阿姨 我来吧 还有一个 见他忙了一天 已经睡了 那你就不用休息吗 这么大个酒店 合着 就你们两个忙活 阿姨 您这次叫我来 有什么事吗 我不小心 把杯子摔碎了 这小事 我这马上就收拾好了 你就可以早点休息了 干啥 干啥 我不喜欢这个床单 你能不能帮我换一下 可以的 我这马上就收拾好了 你就可以早点休息了 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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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来了 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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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了笑了 阿姨啊 你要是有什么事 能不能一次性说完啊 我也是需要休息的 对不起啊 明明是我的错 你道什么歉啊 您是客人 我不该抱怨您的 白天的时候 你说你在这里六年了 你就没想过去别的地方 最好的时光都留在这儿了 现在辞职 还能去哪儿 我以后要是开酒店 我一定请你 好啊 如果你以后开酒店 我肯定来 如果我遇到这种事啊 早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他也继续留在这儿做服务员 你说是不是傻 你好 你是经理吗 怎么了 我有点意见 可以跟你说吗 给他张纸 让他写下来 好 年轻人 就你这态度 我以后 肯定不会来你们家酒店 我就这态度 我又不劝你这钱 爱来 这就是你昨天忙活了一晚上的房间啊 这也太乱了吧 这阿姨没有什么自理能力啊 什么味啊 好啦 快收拾吧 这是 我去这么多钱 你干什么去啊 还钱啊 你傻呀 这么多钱 你不知道自己花 这房间又没监控 那阿姨能拿我们怎么办吗 万一这是人家的救命钱呢 这年度谁还要用现金啊 喂 前谈 快帮我拦住2119的阿姨 阿姨 你有东西落在房间里了 秋秋 是你啊 怎么了 这是你的吗 是我的 你看我老了 不中用了 都记不住了 您可以说一下里面是什么吗 看你说的 我的东西 我还不知道吗 你觉得我是小偷吗 不是不是 我也是出于规矩问一下 这里面呢 有两万块钱 我昨天从银行取的 还是年号的 对了 还给您 阿姨 以后可把钱收好 别丢了 哎呀 行了行了行了 别在这挡着 血往赶快走 年轻人 这我一个过来人 我告诉你 不要那么 我以后要是开酒店 我一定请你 好啊 别在这挡着 血往赶快走 年轻人 不要那么狂 玻璃这么脏 没看到吗 去把擦了 哦 好 没事 哎 怎么 打扫客房还不够 还要你打扫大堂啊 阿姨 您怎么来了 哟 我当是谁呢 阿姨 你不是说这一辈子 都不来了吗 秋秋 我们又见面了 我记得 我们以前聊过 以后 我开酒店 也要过来帮我 是吗 是 是就好 我看啊 这酒店的宝洁 不适合你 经理这个岗位 才更适合你 以后 这个岗位 就是你的 哪来的疯活子 再这样说话 我让王给你轰出去 你轰一个试试 林总 你怎么来了 当着我的面 要把我妈轰出去 你长粉 是了 您是林总的母亲啊 老夫人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对不起 秋秋 你答应过我的 可不能反悔哦 我 老夫人 他是犯了错 才将成保洁的 您这样 这件事已经调查清楚 秋秋并没有 他只是说了 损害你们利益的 既然秋秋 已经身为总经理了 那保洁的位置就空了 你下去盯两个月 我看你挺合适的 林总 我 你还真心善呢 这种人 你还敢用 要是以后出了事 岂不让人看笑话 开了吧 你说是不是秋秋 我说是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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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是有意思的